我们我所上课的这些sample 直接用在工作上面 那稍微再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这个快速分类到底 我把它编辑一下 按下编辑之后的话 那字型也再把它放大一下 选项里面的撰写风格 里面 大概14号字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做哪些事情 其实上面都有相关的注解 简单 简单再复习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 呃 主要是从一开始复制 工作表 其实这个复制工作表的动作呢 就是我刚刚做的按右键 把这工作表复制 那复制的话你会发现的就是两行 也就是先怎么样呢 点选选取这个 问题9 那当然这个名称如果说将来这个不是问题9你可以自己再改 并且怎么样呢 把这个新的工作表copy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是用before 如果你要copy到后面的话 你用after就可以了 好这边其实可以修改 然后在哪边呢 再去词 1的话就是在 第一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的编号是从1开始 123 那before就是在第一个工作表前面就表示说它是其实就变成第一个 那原来第一个就变成第二个了 OK 那移除重复的话呢 那移除重复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 也就是针对哪一栏去做移除重复 所以你这个数字你要算准的话 基本上 将来很快就帮你移除重复 就会有个清单的 你就可以针对那个清单 去做移除重复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怎么样呢 新增一个工 就是再来我们不是会有个清单